苗栗白沙屯妈祖九天八夜禁箱 18万名箱灯角一路陪伴南下 队伍在下午的一点多 进到了台中市的杀戮区 就在行经陆丰成衣商圈时 一名55岁的翁姓民众突然倒地抽搐 他一次是一个人来参加禁箱团 身边并没有家属或亲友的陪伴 经过警方及救护人员现场的初步处置 已经由救护车送往同综科医院治疗